先看视频 别在爱客师兄测评啊 这是一颗爽的爆炸的薄荷糖 能让打工人在夏日里顺惊强制开机 吃完千万别喝雪碧 嘿嘿 我今天偏要喝他吃雪碧 会怎样的 买了血败薄荷糖 现在我们的天气而不变三次十度啊 开着目标都不管用 吃这个薄荷糖 真的能让吓得打工人 几乎到凉到爆炸的感觉吗 妈妈妈妈妈妈都别苏打 再者 你扒野的雪碧 还是钢皮箱里拿出来的 再来一瓶团闷的增扎 没错的圆起森里咱们一个一个来 我买了金爽暴凝和冰封果梅两种口味 它的一盒竟然有50粒 算下的一粒也是0.4粒 接下来咱们正接开训 收拾准你 必须得服务 很服务 浅尝一下吧 咱们先试试分达 哇 甘金书啊 虽然是常温的 但吃了炫脉后啊 莫和桃里的清凉冰感 和常温气泡的破口 也能踏出冰手的结果 凉丝丝冷酥酥的清爽感 吃足啊 咱们再来几颗感受一下 再试这个快没气了 哇 依旧冰爽啊 还越喝越凉了 嘴里薄荷糖的凉起了 气泡重新回炼了 咕咕咕咕咕的太爽了 最后重头戏来了 挑战冰剧血蜜 先放几颗糖在嘴里 咱们先来一小口感受一下 我的天哪 家人们 这两个搭不在一起啊 这是薄荷柠檬切水嘛 一口下去 薄荷糖里水果酸甜和薄荷脑 找到清凉 碰光着雪碧的小气泡 就跟吃了带气泡的 柠檬冰沙鸥 先是嘴里里逗了 碎冰 然后慢慢融化的碎冰 带着薄荷脑 顺利温罗 漫液到全身清凉 碎爽 大家还知道 哪些炫埋的冰爽 走走快点听试去 告诉师兄 中和评讲